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近一年 局势走向备受国际关注 中方对冲突不断加剧 甚至导致舒适库深感忧虑 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始终立足是非屈指 恪守客观公正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三点思考 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 发挥了负责任建设性作用 我们将继续劝和促谈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中国智慧 与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推动对话协商 解决各方关切 谋求共同安全 同时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立即停止 拱火交游 停止向中国甩锅推责 停止鼓噪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通过 同时 完成了 明日台湾 明日台湾 明日台湾